这几天黄毅清说了不再发微博 看来还是忍不住 在打卡六天之后 又继续开始了老本行开启爆料模式 虽说很多网友对黄毅清的爆料颇有微词 认为他很少有拿出实锤的时候 而且有时候的一些做法不讨人喜欢 但不可否认黄毅清的微博 的确是吃瓜群众看娱乐圈八卦的好地方 毕竟他的人外关系比很多人要广 而且也不太可能被公管 所谓吃瓜吃瓜吃的高兴就行 所以也没必要太过于矫真 8月5日下午 黄毅清又给网友贡献了一轮新瓜 关于他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和娱乐圈 中几位女情的青色过往 黄毅清在文中表示 朋友的朋友是上海人 名字三个字 家境小康 因为长相俊俏曾考入了某某戏剧学院 身边接触的女生都是当时还没红 但现在很红的女性 同时黄毅清还表示范冰冰 黄毅 熊大林等人都是他的前女友 只是没想到黄毅清还没开始下阶段的爆料 却又被网友喷了 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 他表示 算了我不写了 吃力不讨好 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们某人弟弟绅士的真相呢 因为他跟王女心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拍完黄书格的第一步以后 不过后面黄毅清还是忍不住透露 那一下他朋友和范冰冰的一些过往 先是针对网上传 和范冰冰和他弟弟范诚诚的关系 黄毅清询问朋友时 对方否认他 同时黄毅清还谈到 在拍完黄书格的一段时间 范正在和他的朋友谈恋爱 而且还透露了一点小细节